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记得点击收藏关注我们哦 前几天热搜上有个话题让我们很难过 因为从小妈妈就说咬舌头是因为想吃肉 但是网上说因为要中风了 这跟秃头可不一样 据说现在90后已经成为中风主力军 这也太难了 90后真的是太惨了 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 中美合作的研究显示 中国人目前的第一大死亡原因是中风 中国是全球中风发病风险最高的国家 居民中风的风险率达到了39.3% 同时中国男性的中风发病风险也是全球男性中最高的 超过了41% 研究发现中国高中风发病率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高纳摄入 简单来说就是盐吃多了 并且研究显示中国因饮食问题引发的死亡率 在全国处于倒数第二档 盐吃多了不健康 至少老又觉得胃痛脚辣 那应该吃多少盐合适呢 考虑到口味等诸多因素 中国一样学会建议 成年人每天食盐量6克 6克盐又是多少呢 大约是一个啤酒盖的量 而且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 如果全球盐消费量减到建议水平 每年可以防止250万例死亡 看到最后我们发现 其实咬舌头跟中风是没有关系的 而且人不能过多的摄入盐 也就是不能吃太咸的东西 那火锅怎么办呢 之前刚才会继续